当地时间8月3号,随着假日的到来,正在台北举行的2019第二十届漫画博览会迎来首轮周末热潮。 漫迷们纷纷聚集于此,与喜爱的动漫或游戏角色合影留念,还有不少cosplay达人吸引了众人目光。 据悉,本届漫画博览会首次结合了四大板块,除传统漫展外,第一次结合了电玩电竞展、电影玩具展还有数位内容展。 因为漫画的这个产业,以往我们想象的漫画可能都是平面式的,可是现在的漫画呢,它就是可以有多种的形式。 它可能是游戏,它可能是一个实体的活动,然后甚至可能是电子书,然后它可能是一个影像,一个动画,所以它的形式越来越多变。 今年首次来参展的手游阴阳师展位吸引了不少年轻人,游戏里独特的建筑被搬到了展览现场。 展览里还设置了多个游戏摊位,抓羽毛、夹娃娃机、猜游戏角色等。 参展商更请来多位cosplay玩家扮演游戏中的角色,让人仿佛置身于游戏中。 我今天扮演的是阴阳师里面的不知火,我自己还蛮喜欢这只角色的,而且它是舞级,但我自己本身也喜欢跳舞。 有觉得这个我们动漫展一年比一年年多吗? 有,很多很多人哦,我看到一开场大家都是用冲的这样子。 据主办方介绍,今年博览会设有130家厂商的1200个摊位,规模超出以往。 开幕三日,人潮已达39万人次,较去年同期增长3.5万人次。 大家好像都非常兴奋。 对啊,大家都很怀疑,看到喜欢的东西。 以前有来过。 觉得今天都没有成名呢? 今天比较好。 为什么? 东西比较多,但东西比较乱一点而已。 游客文宏这次是连续第二年陪女儿参观漫画博览会。 对于年轻人喜欢新鲜文化,他表示很理解,也持支持态度。 他每次来我都会陪他来的。 能体会,因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这种漫画、电玩之类的东西。 很正常,这很正常。 因为我们以前也经历过了。 我快点回来,因为吃货币太平了。 我都没睡觉了。